文昌講古經主持文昌 文昌講古經7月13日早上時間 和大家立即跟進內地斷弓潮 樓盤斷弓潮殺到 根據信報報道 近日在內地網上流傳了不少一份 樓盤業主發出的停泰通知書 涉及江西、湖北、河南、湖南等的省份 成千上萬的業主公開宣布 因為自己買了的物業項目停工 沒有辦法按期交樓 所以決定停止償還按揭貸款 直到樓盤復工 所以就叫做停泰告知書 但是這個告知書即是公告 告訴大家 我們就不再供這個案揭貸款 以香港的辭匯就叫做斷供告知書 告訴大家 我現在不供樓 根據信報的說法 這個停泰告知書 涉及預期交付項目 最少有900多個單位 多有5000個單位 當中一份 武漢市恆大時代新城全體業主 強制停泰告知書為例 就說項目開盤以來 累計簽約銷售協議 接近5000份 實現預售資金40多億人民幣 已經預期交樓幾個月了 業主多次在現場維權 都未有進展 決定如果項目不能在8月1日前全面復工 將會停止償還本金和利息 直到交樓並且辦妥房產證為止 那份告知書當然就起手寫著 尊敬的武漢市人民政府 武漢市城鄉建設局 武漢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中國銀監會湖北監管局 中國人民銀行 武漢分行和各國貸款銀行 武漢市抗南恆大時代新城 在2019年10月15日開盤以來 賣了接近5000間房屋 但已經過期交樓幾個月了 而且目前仍然全面停工 沒有實質性進展 而各國貸款銀行 存在典型的違規發放貸款 這個業主這樣批評 未履行資金監管的銀行義務 譬如作為貸款銀行 違規在房屋主體結構未封頂之前 發放按揭貸款 亦都作為貸款銀行 將按揭貸款資金違規 劃入非監管帳戶 而作為預售款資金監管銀行 亦都沒有積極履行 作為資金監管的義務 導致資金嚴重 非正常地流出 最終令到流難尾 令廣大業主造成不能挽回的損失 為了保證時代新成業主生命財產安全 保障業主的合法權益 現在全體已售樓的業主一致決定 項目要在8月1日前復工 如果未復工的話 他們就不會再供工 強制停貸造成損失 由違規放貸的銀行 資金監管不力的政府部門和相關單位 轉移資金的恆大地產等等 共同承擔 如果再次對時代新成的業主 強制停貸行運進行違法處罰 由此引發的連鎖反應 或者後果由上述單位承擔 即是說已經看到了 行運已經和你抹面了 即是說如果縱罰我們的話 發生什麼事我們就不知道了 很清楚的了 現在內地的業主 這個只是冰山一個 恆大當然是重災區 因為另外有一個樓盤在景德鎮 就是恆大的龍亭 亦都已經發出了停泰告知書 另外2020年的時候開的紅盤 明星樓盤 綠地光谷星河繪 亦都爛尾 鄭州當然就大把了 這個名門催眩 亦都已經成為爛尾樓的代名詞 項目已經是預期交樓三年了 超過一千日 亦都發出了停泰告知書 南昌新力城 即是香港亦都上市的新力地產 亦都已經在上年停工了 六十億房款不知所裝 涉及人數 估計亦都是上萬人 亦都有強制停泰告知書 在網上散播之後 其他業主都紛紛響應 內地自媒體 亦都統計 河南省鄭州市 康橋那雲溪 鄭州市 鄭西陰縣 泰原市 泰原泰和金磚府 這就是泰和集團 恆大明都二期 雙与市河南省 江蘇省宿千市 恆大越南灣 河南省南陽市 陽光城麗景花園 河南省雷河市 恆大越府 河南省鄭州市 啟福業主 河南省 長沙市 恆太長沙 芙蓉越府 河南省新鄉市 平原新區 恆大三期 半城湖業主 河南省鄒口市 恆大時代新城 這裏已經十幾個盤 你可以想像 這個所謂內地的停泰 或者斷工潮 已經是一發不可收拾 已經席捲全國 當然 原因很簡單 就是業主本身 一直都收不到樓 因為這個爛尾 很多已經在去年年中開始 爛了一年 或者最少幾個月 當然 涉及全部都是民企圍多 恆大 名門 新力 陸地 已經算是少有的國企 而今次停泰 很明顯是迫這個銀行 因為他們過去和發展商 講數 大家都知道發展商 本身已經躺平了 因為已經沒有流動資金 他們已經沒有辦法還錢 已經違約了 在這個局面之下 他們根本就不會有什麼可以做出來 他們根本不能動 所以根本就需要監管地方政府 以至當地銀行處理 所以現在業主都發現 去搞地產商維權 地產商已經沒有用 地產商自身都難保 所以現在就去找這個銀行 因為現在銀行作為貸款方 為何在結構未封頂之前 可以發出按揭貸款呢 為何這些按揭貸款的資金 就滑了一些非監管帳戶 現在爛尾又拿不回來呢 所以就變相逼銀行 攬炒 確實的 因為內地 在2003年都發出了 121號文件 表明建築不封頂的話 銀行是不允許發放貸款的 當然啦 因為事實上 內房是高槓桿營運 很多都是需要 8個 這個鍋蓋是 10個鍋蓋 所以銀行他們有搞好關係 和地方銀行 所以很多都是 隻眼開隻眼閉 灰色地帶 這樣放款 後來 越來越多 這個特別是 現在賣不動樓了 接著內房爆煲 然後呢 當局才嚴格地 監管這些所謂的監管帳戶 即是說 銀行賣完樓之後 錢就不能隨便移動了 亦都導致 其實內房 亦都因為沒辦法移動 錢又繼續違約了 是吧 所以現在這個變成了惡性循環 當然大家都知道 你現在停工的話 內地就叫做上徵訊黑名單 就會挖入全國銀行 甚至就是 中共當局 政府都知道 你是一個黑名單 是一個老賴 當然 很多業主都提到 大批業主已經失業在家裡 生活無比艱難 已經無法承受每個月的按揭月工 如果都生存不到下去 只能夠挺而走險 走向斷工的道路 飯都吃不到 誰還在乎這個徵訊呢 所以現在呢 業主其實都因為 內地的經濟很差 封城封散 是吧 上海又已經開始封區 大規模檢測 西安第三次封城 半封城的狀態 甘肅省蘭州 亦都採取小區封閉管理 其實呢 你這樣 有空 幾個月 就封一次 的確經濟就很惡劣 很多人根本找不到食 是吧 那你現在呢 就是 怎麼搞呢 所以呢 變相呢 亦都令到 因為最近大家都知道 這個 河南村鎮銀行事件 越來越多人都發現 咦 其實呢 這樣的局面之下 就應該維權 是吧 現在這個 斷工呢 亦都是一種 最後的立喊 亦都是逼銀行 上身一起 就 攬炒 否則他們 這樣工法 根本的樓又開不了工 錢呢 就不斷每個月工 工完又拿不到樓 那就是 傻仔 所以就變成了這樣的情況 內地每日經濟新聞 要引述 這個 武漢樓盤的一個業主說 目前強制停泰告之書 仍然都在完善階段 稍後 全體業主簽字 蓋印之後 就會寄送相關部門 和銀行 不過呢 亦都有 樓盤負責人說 其實項目 都是處於正常復工狀態 預計一期的項目 今年十二月就會交出來 即是這個武漢市恆大 那個項目 而據報 這個恆大時代 新城業主的計劃 停泰 斷工 是仿效 江西景德鎮 恆大 隆亭樓盤 所以 其實 都是由恆大的爛尾樓 觸發到 現在出現一個 大家都是真相學習 一呼百應的一個斷工號召 而 據坊間一些數據統計 現在內地業主發佈的 停泰告知書樓盤 已經超過五十個了 你看到 目前的形勢 的而且 經濟很差 如果你說業主 事實上 現在都可以找到食 的話 他們可能真的不介意繼續供 因為 現在隨時會可能被銀行 佛息 甚至是 沒收了原本的樓盤 隨時不是開玩笑的 要嚴格來說 是可以這樣做的 但是 很多業主 現在都是想 繼續這樣 無料期地供下去 又收不到樓盤的話 即是說 這個是一個 騰 現在 趁騰越踩越深之前 斷工 停泰的話 就變相 止蝕 所以 現在 即是觸發了一個這樣的潮流 而銀行將會很麻煩 因為 如果 業主斷工的話 銀行這一筆的按揭貸款 隨時都變相 做了壞賬 因為 沒有新的錢投入的話 你要個項目復工的話 難度也更加大 如果你說要項目復工 到時 是否要銀行自己 電資出來 或者放更多錢出來 就是填淡 所以 現在業主一斷工的話 問題就放在銀行身上 現在 內地銀行本身 不要說 河南村鎮銀行那件醜聞 本身 這些 經濟環境不好的 現況之下 銀行那些 壞賬已經有機會升高 現在進一步 連銀行一路市資 為比較穩陣的按揭貸款業務 現在都隨時有壞賬的話 內銀方面 就會很麻煩 當然 其他的內房 還會大問題 因為 這些躺平了的 本來 希望可以維持一些復工 希望最後可以令到 這些 爛尾項目可以完成封頂 最後可以入賬 將錢 現在變相遙遙無期 中國當局監管當局 也會很麻煩 因為 已經面臨更大的 社會不穩的風險 因為業主會吵 銀行也會壞賬 對維穩來說 這是一個 完全負面的狀況 所以 這一次的 全國內地所說的 停泰潮 香港稱之為斷工潮 就似乎有一個席卷的趨勢 所以 北京現在 就在監管方面 要著手 可能要投入更多的資金 當然要求銀行 甚至需要在市場 進行新的資金籌集 因為事實上 中央的財政都頗緊張 現在 全國這些盤 暫時五十幾個 實際上 涉及的 南美樓盤 數以百計 千計 甚至萬計 這條數 你可以想像 每個幾十億 的話 這條數是一個 天文數字 來的 所以 我們在較早之前 已經說了 即使是內房政策 見底 但內房違約潮 未完 風險 還是需要釋放 現在整個內房 繼續躺平 內房股 繼續被拋售 事實上 這一波麻煩 是遠遠未到盡頭的 所以 留意我們民倉港股經 大家都會更加掌握 時代的密博 和經濟的新形勢